送点什么衣服 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思雨姐 一定是有人在整思雨姐 你们先回去吧 思雨姐 是不是出事了 是 他们说的是真的 说什么 他们说 说你在公司这几年 他问了公司几十万 胡说 我一分钱都没贪过 他们说公司已经报案了 派出所 马上派人来抓人了 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人在黑我 谁啊 思雨姐 我相信你绝对 不会做这种事的 但是 真的会没事吗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啊 我接个电话 干吗呀 是有事还是想我了 你这不说话是几个意思呀 哥 让我静静地欣赏 看你的盛世美严呀 你等着我 我现在过来找你 去吧 出什么事啊 你先带我发泄一下 他不接电话呀 陈一鸣也不接电话 你们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不知道啊 我离开的时候 我听方总让人力资源部的人 准备开除他 开除就开除 不等开除就先辞职 不管是辞职还是开除 都得上黑名单 以后很难找工作的 那李思雨这工作狂 还不得同步一生啊 所以我担心啊